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 像范唐张俭这样的人 心地清白高洁 记恨邪恶 却终于被扣上党人的帽子 不正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就说 这个党固列传 这个党固现在咱们的人很不容易理解 实际上我想了一个词 可能说出来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党固当时就说把这些人作为党人 就像咱们现在说 某些人是黑帮一样 就说这些人聚集在一块 是黑帮分子 这咱们都都懂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坏的 政治上很反动的 这个当时的党人 这个党人的名称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黑帮 这样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么上游所好下壁渗烟 这种情况 这个刚才我说的存古到今都是这样 上面喜欢什么 下边就必然过分的提倡实行 当然这个一般古书里边指的是 这个地方指的是皇帝 但实际上不只是皇帝这样 就是说他一般的上帝有提倡 下边也会特别卖力的去执行 这个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你比如说最明显的我武则天的时候 武则天时候呢 他由于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女人当皇帝 所以当时反对的声音肯定是极为强烈 这样他为了坐稳自己的皇位 他就要采取高压政策 就要进行 就要推行严刑库法 这样由于他上游所好 他喜欢这种严刑库法 他需要这种严刑库法 这样下边呢 他就会出现什么来论臣的 什么的 许多著名的这个残酷的惯例 再比如 当然这两个例子不能相提并论了 但是从这点来说 还是就是上游所好下鼻肾烟 这一点来说 他是比较一致的 比如咱们这个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 那么上面呢 他喜欢粮食高产 越高越好 结果这底下的小麦一亩地就能打十好几万斤 当时照出照片的 那个麦田那边 那个麦子 把人扔了上去 那麦子都不会下沉 那麦的密到那种程度 后来若干年之后 制造那照片的人说了 当时是把好几十亩地的麦子都隔下来 捆在那 捆在一块 然后把人放在上面 人才能不掉下去 就是这种弄虚作假 这样他确实这就放了卫星了 当时这就叫放卫星 母产放卫星 那你这个领导就很光彩 你这地方领导就非常光彩 而且在全国的报纸上登出来 你这个领导也有光了 你也会升官的 但这种弄虚作假 那是尝不了 这些历史教训的都是非常多的 在这咱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咱们在上节课开始讲的时候 就说这篇课文呢 它稍微难点 实际上也不是太难 但是呢 咱们现在呢 还是需要讲到这了 需要回顾一下 这个文章讲到这 他到底讲的什么东西 说了半天 他在说什么事呢 讲了好几段了 这些段到底是意思是什么 他这作者的思路是什么 咱们这个要是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这篇课文就是还没有学懂 咱们首先看这个党故列传序 这个名字 就是为这些党人做的这个传 这些很多党人 就是刚才我说了 用现在词来说 那这党人最合适的词就是黑帮 很多黑帮分子的这个传 然后为这个传做的序 所以这个浩涵书的作者 在这个序里边 他就是到现在为止啊 他主要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大家思考这个 从开头 孔子曰姓相近习相近习相远也 一直到上节课咱们讲的不其然乎 这几段他讲的都什么事 跟那个党故有什么关系 他肯定是跟这党故列传有关系 否则他不会说这些事 对吧 那么他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里边呢 其实咱们从先从第二段开始看 因为从第二段开始 他讲的就是 完全是历史 完全是历史事件了 书莫交额 从这书莫交额开始 书莫交额到有足球者 这一小段 讲的是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的什么 大家想一想 我到时候再说 第二段 霸德纪衰开始 到其必不能反 这一段 讲的主要是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什么 咱们大家继续思考 那么第三段 这大段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汉族 及汉族战戒 到 这个 一丝行矣 这一大段 那么他这一大段呢 实际上 从实际上来讲 就说的是西汉 然后 至王莽专尾 这个地方呢 显然说的是王莽时期 因为王莽时期很短 所以这儿呢 也说的就是一句话 然后 随中兴在运 刚才咱们说了 这又是什么时期了 又是东汉时期 西汉 王莽兼兴 然后又是东汉 那么这个 后汉书记的就是东汉的事 所以他也就是说到 东汉为止 而且 这党故 党故 就是说这个事 党人 就是两次党故之祸 也都是在东汉 就是东汉时期的一个 特有的一个 政治事件 就是 咱们上回也说了 什么叫 什么叫党故 东汉的两次党故 是怎么回事 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这实际上就是两次 把很多人打成黑帮的事件 政治事件 那么这后边这个西汉 王莽时期 东汉 他又是在讲什么东西 从春秋一直讲到东汉 咱们思考一下 他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再回过头来 咱们先看一下这第一段 咱们cover的第一段 孔子曰 姓相近也 西相远也 那么 他这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人性本来是 很接近的 没有什么 人的本性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 这个 千然之图一 就是说 但是人们受到社会的影响 受到周围的影响呢 他的性格变化 非常大 就是人的本性 是差不多的 但是后来的变化 非常大 但这种变化呢 主要是受社会风起的影响 这第一段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后边几段 实际上说的都是 当时的社会风气的特点 从春秋到战国 到西汉到新到东汉 一段一段的 说的都是当时的 社会风气的特点 而这种社会风气 他讲社会风气的目的 又是要讲 就是说 他造成了这个人性的 这个 牵 牵染的不同 牵染的不同 就是说人性的变化 那么其实最终 归结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 党固这个事情 产生的根源 社会根源 所以说了半天 这些说的 就是说 到 这个戴环林之间 到鱼丝行蚁 就是最后 最后 刚才咱们讲的这一小段 前面这一段 鱼丝行蚁 他讲的东汉 东汉时期的 这个社会风气的特点 这个 这些社会风气 它就造成了 东汉党人产生的 社会环境 而上节课最后 咱们讲的 上号则下壁肾 这个呢 说的又是 这个党人产生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上有所号 下壁肾焉 就是 上边 他有这种 要求 那 下边 就会 有 这个 更过分的举动 所以这个呢 就前面可以说 说的都是社会风气 由于社会风气 而 产生了 党雇 党雇之祸 党雇这种 政治事件 而这个上号 上号则下壁肾 是 党人产生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那这样呢 咱们 这样一分析呢 咱们大家就对这个文章 整个的 线索脉络 比较清楚了 作者的思路 就比较清楚了 下边呢 这几段呢 就讲的 主要是 就是咱们上 上节课介绍的 就是 东汉时期 两次党雇之祸的 两次党雇事件的 始末 经过 他的 最简单的过程 咱们一会儿 看一下 初 还帝为李武侯 受学于 甘宁州府 吉地继位 卓福为尚书 时 同郡河南隐 房职 有名当朝 乡人为之谣曰 天下规矩 房博武 殷师获印 周仲敬 二家宾客 互相鸡船 岁各树 彭党 建成游西 游市甘陵 有南北陪 党人之意 自此时已 初 就是当初 环帝为李武侯 指的是 汉环帝 汉环帝呢 姓流明智 同志的智 是河间孝王 刘开的孙子 是李武侯 刘毅的儿子 他在当皇帝之前呢 曾经 继承他的父亲的爵位 做李武侯 李武呢 是在河北 博野县一带 就是说 这汉环帝 做李武侯的时候 他受学于 甘宁州府 受学呢 就是跟着 甘宁州府呢 去学习 集集地位 甘宁指的是 山东 林青县一带 集地集位 就是说 这汉环帝 当皇帝之后 卓福为尚书 卓是提升的意思 把这个州府呢 提为尚书 尚书呢 咱们当然知道 是很高的官 是汉代 协助皇帝 处理政务的官员 他是尚书省的官员 就是 他的这个尚书省呢 是在禁中 就是说 在宫廷中的 所以是 很高的官 十 同郡河南隐 房职 有名当朝 十就是当时 同郡河南隐 这个同郡 就是指了 他的同乡 他的老乡 河南隐 因为房职呢 他也是 甘陵人 就是山东 林秦县人 有名当朝 就是说 在当时呢 做官做的 由于他做官做的好 所以名声非常大 乡人为之谣约 就是他们的老乡 就为他们俩人呢 做了一个谣 这个谣呢 是歌谣 不是谣言 歌谣 这个歌谣说呢 天下规矩 房伯武 殷师或印 周仲进 就是 把他们的特点呢 编成了两句话 房伯武呢 指的就是房职 房职是自伯武 这个周仲进呢 指的是周福 周福自仲进 天下规矩 规矩的意思就是模范 天下做官人的模范 是 这个房伯武 就是房职 因师或印 周仲进 因为当老师 因为给皇帝 因为给 过去的 就是皇帝 在当皇帝之前 因为曾经给皇帝 当过老师 而获印 而获印的就是 升官的意思了 是吧 那么是周仲进 那么这两句话呢 大家看呢 这个褒贬的意思 就很明显了 一个是天下的楷模 一个呢 是因为当老师 而获得了升官的机会 这样呢 二家宾客 互相击揣 他们两家的这个宾客 就互相 这个鸡船 宾客 在东汉以后 世家豪族 对依附于他们的人口的一种称谓 就是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的称谓 叫宾客 鸡船 鸡呢 是指 讽刺 船 是指推侧 岁各树 彭徒 建成游戏 岁 岁就是旧 各树彭徒 彭徒呢 各树彭徒在这就是接党的意思 就是拉帮接伙的意思 建成游戏 逐渐的成了游戏 游戏呢 在这指的是怨仇 渐渐接仇了 游戏 干陵有南北 陪 干陵 就是因为他们俩老家都是干陵 干陵呢 这样呢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在潮里担官 而且呢 两个人呢 由于有矛盾 所以呢 就形成了 这个 这个布在这通那个培养的培 意思是小山头 南北培的意思呢 就是南北党 就干陵这个地方呢 分为南党和北党 一党呢 就是周福 一党呢 就是防殖的部下 一党是周福的 这些手下 他们形成了 两个帮派 游戏就是 从此以后 党人之意 自此时矣 党人 这个意呢 是 言论 本来是言论 在这儿呢 可以说是说法 就是这个党人 这种 说法呢 从这儿就开始了 那么这两句呢 给大家翻译一下 当初 东汉皇帝 做黎屋侯的时候 曾经在 甘陵的 周福那里学习 到他 做皇帝之后 就提升 周福为上书 当时 周福的同乡 河南尹 房职 为官正职 很有名气 他们的同乡 就为他们 做歌谣说 天下做官的 做官人的 模范 是 房伯武 因为给皇帝 当老师 而做官的是 周仲进 防周 就这个 防职 周福 两家的宾客 互相 冷言冷语的 积讽 于是 两家各自 拉帮接火 渐渐 接下院筹 从此后 甘陵一带 形成了 南党 和北党 党人的说法 就从这里 开始了 所以从这段开始 他就具体的说 党固之后 就是党固 这个政治事件 两次 东汉的党固 两次 这是第一次 这两次的 党固的 他具体是怎么开始 整个的过程是什么 后 汝南太守 宗资 任 公朝 范旁 南阳太守 陈进 亦 伟 公朝 陈志 二军又为 邀约 汝南太守 范梦伯 南阳 宗资 主化诺 南阳太守 陈公相 洪能 陈进 但作孝 因此 刘延转入太学 诸生三万余人 郭林宗 贾伟杰 为妻惯 并与李英 陈帆 王畅 更向保重 学中语 天下摩台 李元礼 不畏强欲 陈仲举 天下俊秀 王书茂 又渤海 公足进阶 扶风 魏其清 并威严深论 不隐豪强 自公卿以下 莫不畏其贬义 喜 喜吕道门 这段挺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呢 就是说从上一段啊 刚才咱们刚刚讲的 天下规矩 方伯武 殷师货 印周仲敬 这儿又有 又围遥 汝南太守 方伯伯 南阳东 自主化诺 是吧 等等等等 下边又有一个 天下凯 摩李元礼 天下摩凯 李元礼 这个呢 在当时呢 都是称为 瑶 这些呢 可以说是 圣口溜 这个其实呢 咱们想一下呢 到现在 也还有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 这种 所谓瑶啊 就是这个 这个 民间流传的 这些话呀 在 东汉时期呢 它是比较流行 实际上 在中国古代呢 各个朝代呢 也都有 有些人呢 甚至专门研究 这个民间流传的 这种啊 然后专门为 为这个 写出论文和专处 是吧 那么到现在呢 其实也还有 你像这个 文化革命中 有很多啊 就说 编的顺口溜 你比如说 什么那个 呃 当时就是说 什么一是权 二是钱 三是听诊器 四是方向盘 啊 就把 他把这个 很多社会现象 都给编成顺口溜 啊 当然这个 非常非常多 就我认识一个人呢 他就专门搜集 就是 呃 文化以来的 这个这个 这个以后的 这个这个顺口溜 啊 这些顺口溜呢 其实很有意思 他 都是 也 也很难说 是谁编出来的 但是编出来之后呢 由于他 很生动的 反映出 社会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就是不禁而走 啊 流传的非常快 啊 嗯 所以这些这里边呢 这个 呃 这些情况呢 也像现在的 这个这个 这种 这种顺口溜一样 啊 当时呢 他成为窑 啊 就是都是 这一类的东西 后汝南太守 宗姿 任公 任公曹 算庞 汝南太守 宗姿 啊 任公曹 公曹 是 全名的 叫公曹史 啊 是 官名 东汉的官名 他 在郡守的下边 啊 就是 这郡守 大概相当于 现在省长吧 啊 在省长的手底下呢 他长 掌管人事 啊 而且呢 能够参与 这个一郡的 政务 啊 所以这个 还是权力很大的 这么一个官 叫公曹史 啊 掌管又官 又掌管人事 而且有的 又能够参与 这个一郡的政务 所以他的权力 非常大 啊 这是汝南太守 宗姿呢 就是让 范旁 范旁呢 担任这个 公曹 公曹史 南洋太守 陈晋啊 一伟公曹 陈智啊 也 让这个陈智啊 陈智呢 他自公孝啊 陈公孝 是东汉 吉洋人 就是现在河南新 新野县 一带 他曾经 劝太守 陈晋呢 普杀 富豪 张迅 而这个张迅呢 是皇帝的外戚 啊 就是皇帝 皇后的亲戚 啊 所以他很有势力 他这个张迅呢 他就勾结 宦官 胡作非为 因此呢 陈晋 结果呢 是这个太守 陈晋的被捕下狱 而且死在狱中 陈智呢 后来逃脱 逃脱之后 后来呢 被赦免了 党固的事儿起了之后 这个 陈晋呢 又再次逃跑 而且不知所终了 不知道他后来到哪去了 就是他逃得很远 啊 这就是 但是当初呢 这陈晋呢 曾经让这个 陈晋 当南洋的 南洋郡的宫朝使 二郡又为邀约啊 这两个郡里边呢 又有人 坐着顺口溜了 说呢 汝南太守 范孟博 这个汝南太守呢 本来是宗兹 啊 但是呢 他 故意 说这个 把他说成是汝南太守 就是说他实际上 相当于汝南太守 因为他的权力很大 啊 这样他 相当于汝南的太守了 那么 南洋宗兹 主化诺啊 这宗兹呢 他本来是太守啊 就是省长 省长 相当于现在省长啊 他主化诺 化诺呢 就是 就现在咱们说 在文件上 画一圈似的啊 所以呢 就说呢 他这两句说的意思呢 就是 就是 说的是 范庞的权力 非常大 成了实际上的 汝南太守 而 真正的 太守 宗兹 只管 签字 画圈 而已 啊 这个宗兹呢 是南洋人 啊 所以 他的老家是南洋 所以下边呢 南洋 宗兹 主化诺啊 南洋太守 陈公孝 啊 这指的是 陈志 啊 在这也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说他 已经相当于 那个南洋太守了啊 然后那个 真正的 太守 陈进 啊 但作孝 啊 成进呢 是 红龙人 啊 作孝 作孝呢 做是按照做的 肖 这个呢 啊 我看了几种书里边 好像对他解释 都不是特确切 啊 后来我看见呢 就是在这个 文史知识里边 他介绍这个 魏晋时期 人们经常销 这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吹口哨 啊 当然古代人 大约2000年以前的古人吹口哨 肯定跟今天吹口哨呢 那不太一样 但是呢 这销主要指的就是吹口哨啊 就是 红龙成进呢 就是这真正的这个南洋太守成进呢 啊 只是坐在那吹口哨 啊 多多清闲啊 一个太守做那吹口哨 啊 肯定是 没没事可干 因此留言 转入太学 诸生三万余人 郭林宗 贾伟杰 为奇怪 并与李英 陈帆 王畅 他更向保重 这个留言 这些留言呢 啊 传入太学之后 咱们先把前面的几句给大家翻一下 后来 汝南太守宗姿 重用 公曹 范旁 南洋太守 陈进 也重用 公曹 陈志 这两郡的人 又为此做歌谣说 汝南太守 实际是范梦博 就是范旁 南洋人宗姿 只管 画画诺 啊 就咱们今天说的话 画圈 南洋太守 实际是 陈公孝 红农人成进 只是做着吹口哨 下本啊 因此留言转入太学 啊 由于这些留言呢 传入啊 这个转 在这就是 传颂的意思 啊 入太学 太学呢 就是古代的学校的名字 啊 诸生三万余人 啊 就是那个太学 太学生 三万多人 郭林宗 贾伟杰 为其冠 郭林宗呢 他的名字叫 郭太 自林宗 是东汉太原 戒修人 啊 今天的这个山西 戒修 一旦 啊 他游学于京师洛阳 嗯 他不去做官 太学生呢 用他为首领 后来呢 回到乡里 给他送行的这些 著名的读书人呢 车辆 车数千辆 后来党固 这个事件起了之后呢 他就是闭门教书 他教了弟子上千人 贾伟杰呢 贾伟杰呢 他的名字叫贾标 啊 自伟杰 是东汉 尹川定名人 就是现在的河南 武阳 一带的人 啊 曾经 做这个 新西这个地方的 长官 党固的事情 起来之后呢 他极力援救 党人 后来呢 他也遭禁锢 死在家中 为其怪 啊 就是 为首的意思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 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